接下来是说五论计环节 我们将和太极拳名家王湛军老师一起探索太极拳的听计 太极拳讲究沾年连随 讲究听计 听计 难道这力量能用耳朵听出来吗 为了更好的展示 我们把王老师的眼睛蒙上 我们普通人闭上眼睛 身体很容易失去平衡 而王老师不仅要保持身体平衡 还要迅速判断对手出招的时间和出招的套路 将对手击倒 难道王老师真有一双顺风耳吗 那太极拳呢 有时候不用眼睛看 就是要通过皮肤 原来啊 这个听计靠的不是耳朵 而是一种身体的触觉反应 在实战中 听计就像战场上的侦察兵 能够通过和对手的接触 迅速了解对方的攻击意图和攻击套路 知己知己